那是國小的事 國小 6年多 他好嚇流喔 他說2.1 我們還等 我以為是高中的 國小 我們也來關心一下動物世界 馬的一身 Discovery就對了 好 來…清脆一點好不好 來 第一個 太正了吧 我覺得我要喜歡他了 這個初戀是在我國小6年級的時候 因為前5年級認識他的時候 他其實並沒有特別的出色 他就是綁個很像麻花捲的馬尾 然後綁個兩遍 然後戴著紅色的眼鏡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還有牙套 沒有特別有心動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們一直是一個 無話不談的朋友 然後到6年級他也開始 女生開始喜歡變漂亮了 所以他就把頭髮放下來 然後眼鏡也摘掉了 那剛好牙套也拆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就發現 我好像喜歡上他了 本來是朋友 本來是朋友 但就是無話不談 後來我就決定說 好 我要告白 告白 衝了 國小就是喜歡 我只知道喜歡 我不知道什麼愛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要把我滿滿的喜歡 表現給你 我就去書局買了一張全開的紙 OK 全開很大 全開超級大海報 就是很大的全開紙 然後選了他最喜歡的這個 粉紅色 一般都抗議才有才買 對啊 就是做教室布置才有 對 也說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就這樣寫 寫滿就對了 對 就類似法寫那個概念 我就把整個全開的海報 寫完之後在某一節下課 我就捲起來 然後我就送給他 他說是什麼 然後一打開來看之後 他就哇 就是他也 他是先嚇到 然後記得他就露出那種就是 我永遠都忘不了那種 很甜蜜的那種 稀稀稀的笑容 是嗎 開心的 他是開心的 他有開心的 他說 他對我其實也有這樣的感覺 進入到第一次太厲害 你們有牽手嗎 有牽手 哇 這種感覺是 這個重 很爽的感覺 重點就是我們還是要關心一下 你的容貌在這後來幾年當中 成長有出現重大的車禍或是 有一次被卡車輾過去 後來他還倒車 OK 剛好好險 因為我牙齦比較大 就擋住他輪胎的 再一次有救回來 算保命 和寶貝在一起古12天 進展到三壘了 超快的 三壘 就是追到了之後 等一下是小六的時候 小學六年 小六三壘 天啊 應該是 要報警了 嚴格來說是 真的 2.5壘 就是因為國小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 零用錢 也只能 你用買的 用買的 沒有什麼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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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三壘用買的 就是存一些零用錢 然後可能拼贊 我們也只能去公園散散步 離我們最近就是 壁虎公園 我不知道我這種感受是對還是不對 你說說看 還是講一下 你試著說說看 所以麻煩無尊講快一點 我現在完全沒有心情 聽你講任何話 而且更可怕 我還要忍受後面還有一個碗碗兒 什麼話 我們就講快一點 麻煩講快一點 所以我們都去公園騎腳踏車 不然就散散步 或者說我們去漫畫店看漫畫 以前有十大書紡 或者是一等浪漫 來 我承認都是情書人的話 你講話 真的嗎 只有一半而已 只有一半 大字報我才唸一半 對不起 對 而且那個結論太大聲了 對 好的 好的 然後印象最正確是 就是那時候的初吻 是在學校旁邊的小巷子裡 然後那時候就下課 然後因為其實小時候 你也不敢去清嘴 那時候可能也會覺得清嘴會懷孕 所以那時候就是 清了一下臉頰 很害羞 緊張 對 就是發展到這樣的一個 到後來也有發生一些事情 對 到情書惹的禍了嗎 對 就是他媽媽在家裡發現 我寫給他那張全開來 而且你又買全開那麼大 對 然後再捲起來 其實也有到這麼長 我印象中差不多是這麼長左右 對 然後後來他媽媽 就去跟老師說 所以而且那個時候 其實剛好就運氣也很好 就是每一次不知道要怎麼分組 我跟他都會分在同一組 不然就是坐在旁邊 因為我們以前國小是分組 緣分 後來老師發現之後 可能也跟我媽講 後來就是變得是 我們是最遠的距離 你們還是在同班 同班 同班那防不了的 對 他是 做家賊難防 對 對不對 他是賊對不對 沒錯 他偷了你的心 對 老師就把我們調最遠 然後後來變得是 我們就這樣一直沒有互動 過一兩個月 其實我們就畢業了 對 但是畢業之後 他就讀了別的國中 然後我就讀了栗山國中 所以後來就是 你剛講那是國小的事 國小六年 他從哪兒就國小 他好下流 他就2.0 我們還在 我以為是高中的 小六 無尊真的很快 小六 你的頭數 沒有 親兵而已 親兵 真的滿早熟的 你親臉頰一定會回到 這難免都會 不會 不會 就碰一下而已 舌頭也沒有伸 就是都… 還要用圈 小六 你還有伸舌頭 你有那個想法 好 恭喜無尊 好不好 畢業…來 太快了 太快了吧 公開戲 妳還唸一下 這裡 多想跳過 這是一封存了20年的內心話 還記得五年級沒特別注意你 但我們無話不談 到了六年級 你開始把頭髮放下來 鬆鬆的眼睛也不帶了 我才發現你好美 我們開始玩起交換日記 分享著彼此的喜怒哀樂 情鬥初開的我決定要告白 到了書局買了一張全開的紙 是你最喜歡的粉紅色 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用原子筆寫滿了 我喜歡你四個字 過程中還差點被我媽發現 在寫完之後的某一節下課送給你 你害羞的說你也有一樣的感覺 我說我怎麼都沒感覺到 他說有啊 都寫在交換日記裡的 我才知道 你常在日記裡寫的一串數是 553981 原來是我喜歡酒班的11號 有一次走在路上 你說你手很冷 我說你把手放肩膀就不冷了 因為肩膀是肩膀 是肖的 肖的 你笑了我還罵我白癡 然後就主動牽起了我的手 就這樣甜蜜了三個月 你媽媽發現了 我們也就分手了 到現在都沒有機會再見面 只知道你在休士頓生活 也不知道你在美國過得好不好 後來又找到你的臉書 但都沒在更新了 現在的我是藝人 身為同學的你應該可能知道吧 在今年我的飲料店 有機會到美國去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G 或看到這一集的大熱門 希望開幕當天 你能夠來買這個飲料 放心 我不會收你錢的 好自入喔 20多年過去了 這份回憶一直在我心裡 沒有因為時間而消去 反倒是歷久彌新 最後謝謝你讓我在學生時期 有一段這麼美好的記憶 謝謝你讓我知道 原來單純的喜歡一個人 是這麼的美好 敬我們的初戀 同學 謝君毅上 謝謝 很Q 他現在如果還沒有結婚 然後他又出現在你面前說 我還很喜歡你 要看他現在經過那麼多年 容貌也沒有發生狀況 好看長相 他好像到現在都沒有什麼變 因為我看他201幾年的照片 還是跟國小長一樣 很正大 對 但是 對 就是變得是 沒有像以往的那種悸動了 就變得是一個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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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 那個timing不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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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